焦点话题要问大家有没有觉得三十而立 这个说法要先打上问号呢 因为现在房价上扬薪水却不动如山 导致说民众的公屋年龄也出现了地盐的趋势 可以看到40到50岁的熟灵族 他们在10年以来 明显买房的这个趋势就提升了3个百分点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30到50岁 他们在六都里头有哪些购物的热区呢 可以看到前三名依序是台中的北屯区 还有桃园的桃园区以及龟山区 可以看到这个冠军宝座台中北屯区 总共是有4760笔的这个交易案件 最主要是因为附近有捷运的绿线经过 交通跟生活的机能都蛮不错的 再加上是重画区的题材发酵 也推升了房市的交易 那么看到第二名是桃园的这个桃园区 因为地理位置非常吸引很多 在双北就业的扫资族进驻 加上未来就有这个北北桃的通行月票 所以对一些首购族来说 你就可以避掉天龙国的高房价 那如果我们看一下这张排行榜里头前10名 你就可以发现说 新北市入榜了4个行政区属于比较多的 包括有哪些呢 包括像是新北的板桥这一带 另外像是有这个新庄以及中和还有三重区 这个榜单几乎都集中在北台湾 那你说南台湾跑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有趣的统计 屏东很多欧亚人吗 在国境之南这一边 今年光是没有办理继承的土地 就高达29.6万坪 而且我们看到这944人 屏东县政府正在寻找你 因为有1877笔的土地都是没有人认领的 总共大概是有98公顷 这样换算下来呢 大概是四座的大安森林公园 市价更惊人来到了11亿这么的多 店处就提醒大家 如果继承人之间有草不笼有困难的话 建议可以有一个人向他们申请 共同的共有登记 才不会让这一些不动产被列管了 因为在6个月之内登记的话 是有这个逾期者会做罚款的 再来就是会交由县府管理整整15年的时间 那如果15年的时间一张开眼睛又过去了 还是找不到继承者的话怎么办呢 就会在交由财政部的国有财产署 来做公开的标售的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